经朝是我们可以触摸到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曾经的康乾盛世辉煌一时 努尔哈赤在马背上 为子孙后代打下了一片江山 骁勇善战的八旗军 在推翻明朝统治的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朝灭亡之后 那些遗留下来的八旗子弟去了何方 残留在血脉中的传统是否依旧 生活在拉林地区的索额图 何身后代现身说法 揭开被遗忘的清朝移民面纱 以八旗子弟无人党满族 本是女真族的后裔 主要活动在东北一带 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不同于小农生产 以家庭为单位 满族人的生产活动 是以群体为单位 生产和军事合一的形式 他们称之为牛路制度 明朝末年 朝廷的层层剥削 让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 带领自己的手下开启了反抗之路 并逐渐展露头角 为了更好的领导队伍 努尔哈赤在牛路制度的基础上 进行扩充改变 根据土地 太阳 蓝天 水 幻化出来 黄红蓝白四种颜色 设置四旗制度 这便是八旗制度的前身 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 努尔哈赤不断蚕食明朝领土 于是 随着女真族同管范围的不断扩大 四旗也在原有基础上 又拓展出香黄 香红 香蓝 香白四旗 至此满族八旗确立 后来八旗的次序等虽然略有调整 但总体来看 皇帝所在的旗 依旧理所当然地排在首位 除了满洲八旗之外 随着黄太吉的上位 和清朝统治的不断扩大 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并入 又额外增添蒙古八旗 汉军八旗 但其地位要远低于八旗 二 八旗子弟 富贵祥 自古以来打下江山的人 作为新王朝的统治核心 总是会被赋予各种特权 特别是这些 跟着开疆拓土的八旗功臣 八旗子弟的地位 随着富贝功绩的累计水涨船高 且因为八旗子弟满足的身份 地位要远大于汉民 不仅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劳役 还拥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待遇 初期八旗是军民一体 骁勇善战的勇士 清朝中后期的八旗 则是富贵荣华于一身的王孙公子 虽然大清有强盛的国力支撑 但八旗顽固子弟 在占用资源的同时还无所事事 他们也严重影响着京城的社会治安 于是乾隆皇帝特意在拉临地区 给他们圈出来一块地方 由他们设置自己不同的区域 前后一共从京城地区 迁移过去三千多人 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又持续繁衍 形成偌大的文化传承聚居区 这样既能解决人员冗杂的问题 同时代表着对祖先的敬重 和对故土的回馈 其中包括敖拜 索俄图和和珅的后代 这些守护边境的八旗子弟 过着农兵结合的生活 却因为早遭脱离清政府核心 在朝代更迭中勉强得以保留 并创造保留了独特的旌旗文化 三八旗子弟的现状 满清子弟不复存在 但他们的血脉仍旧传承 曾经在拉临被圈出来的那一小块地方 如今依旧保存完整 人数只增不减 但如今的人们早已经不说满语了 只有老一辈的口音 依旧有金腔的味道 这里是满族的发源地 也是他们落败后的收留地 那些名门望族在清朝灭亡后 匆匆带着后代逃到这里 再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特权 现在只能兢兢业业务农耕田 皇亲国旗贺舍里索俄图家族 和史上有名的巨贪和珅家族 在现代都是普通百姓 一样的下地干活 何玉琪是索俄图的第十二代孙 哥在清朝就是正宗的贝勒爷 但现如今 他也只能和大家一样 盲食下田 闲食下气 除了索俄图 曾经祖上比较显贵 还有何英琪 他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贪官和珅 但从血脉上来讲 他并非清传 当年和珅被赐自尽 其子封身英德早遭抑郁而终 顾伦和孝公主 抱养了一个孩子 充作和珅后代 虽然是非血缘传承下来的和珅后代 但赵就遵守着祖先留下的规矩 相比于索俄图的后代来说 他们更加重视场面和礼仪 婚丧嫁娶的规格 也完全按照满清的传统仪式走 其他家族的后代 虽然在仪式场面上不如和珅的后代 但他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礼节 还是有满清的韵味 现如今年长的妇女见面 还是照样会行满清礼 女儿出嫁 生了儿子 这些人生大事的仪式 也要讲究满足传统规矩 如在女儿出嫁行礼的中 有一个杀猪礼 让猪领略神明的意志 朝猪耳朵中倒酒 如果猪摇头 就是上天只是与人表示同意这项婚事 其实这种形式更多是祈求一种祝福 还有生儿子的习俗 古人重男轻女由来已久 满足人认为只有男子可以传承香火 所以绑一根特殊的蓝布条 放在规定的袋子当中 传给后人 另外 拉林地区出生的孩子 自带家族荣誉感 不管身处何方 过年总是要回去祭拜老颖祖先的画像 复习一遍家族历史 祈祷风调与顺 并且因为满足人以西为贵 所以祖先的老颖 一定要放在西边的位置 以示尊敬 遗憾的是 当初迁徙来的八大家族 如今只有和珅的老颖是真品 其他都因为各种原因遗失 只留下复制品 除了这些统一的规矩之外 各家祖先不同 还有自己独特的避讳之处 比如何玉奇家会把勺子换作马荡子 这是因为他们祖宗所额图小名叫勺子 八旗的繁荣与衰败 伴随清朝的强弱而变化 不管历史上的功绩如何 在八旗子弟的心目中 祖宗是他们的血脉来源 无法以硬性的身份 去评判他们的是非功过 清朝早已灭亡 但八旗君在历史上的荣光不可磨灭 对于八旗子弟来说 这是一种家族传统 对其他人来说 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八旗君在历史上的荣光不可磨灭